就寻老人去世 留下两百万遗产 居委会表示 孤寡老人遗产归我们 看变豆腐全部免费 都是由我们社区出的 这个都有记录的 都有票证 可突然竟有人上门 自称老人儿女 我让你这个 不太妥当 不太合法 我让他有四个字 儿女还说 居委会其实表里不一 分了一百二十平方 没有给他住一天 给他住在垃圾站 谁是谁非 谁真谁假 亲生子女与居委会 上演遗产争夺战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被居委会 继承的遗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播金飞 牛奶加花生 大力扛小恶 银路牛奶花生 邀您收看传奇故事 关于遗产的争夺 我们曾经说过一些案例 争夺的双方 不外乎家属之间 亲戚之间 但今天要说的这一场 关于遗产的官司 却有些特别 因为原告方 不是什么亲人朋友 而是逝者 生前所居住的居委会 奇怪吧 按理说居委会 平日里 也就是搞搞居民活动 调解一下 邻里关系什么的 怎么还要求 继承起了居民的遗产呢 这合理吗 官司的结果又如何 我们一块去看看 事情是发生在 江东省无锡市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 过世的老人 他叫曹法权 生前居住在 梁溪区的阳明居委会 老人也是高瘦之人 去世的时候94岁 留下的财产有两部分 一是将近30万的现金 二是一套120平方的住房 这个房产的价值 大概有200万 这么说来 老人的遗产 总值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居委会上诉 要求继承遗产的理由 是什么呢 2020年10月12号 法院对这起特殊的官司 进行了公开审理 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 阳明居委会这方面 是怎么说的 原告与曹法权及其亲属于2003年9月签订一阵抚养协议 规定由社区负责其生养死账 死后其相应的财产归社区所有 瞧就是这份文件 这就是当时居委会经过协商讨论 针对曹法权老人要把遗产留给居委会一事做出的处理意见 这份意见不管是内容还是效力都等同于遗赠抚养协议 这么一来事情就太特殊了 对不对 听说过把遗产留给亲戚的留给朋友的 也有进行慈善捐赠 可留给居委会还真少见 曹法权老人为什么这么做 这个人叫顾国伟 他在阳明居委会工作了36年 对曹法权老人是特别的熟悉 顾国伟就说了 老人这么做当然是有原因的 别急 先从曹法权老人的经历说起 曹法权老人是当地人 年轻的时候去外地工作过一段日子 可是就在大家都以为曹法权会在异地定居的时候 突然某一天他回来了 据说他是在无锡的哪一个厂工作的 后来五六十年代吧 内迁到安徽 在厂里不干了 不干回来 回来叫乌牛 他没有房子住 就是建了一个简易房住住 为什么住简易房 顾国伟就强调了 那是因为曹法权老人是独自回来的 之后也一直一个人住 平时你呢 也就是埋头重地 话也不多 更重要的是 几十年来 愣是没有看到他有过亲人 甚至连亲戚都没见过 对于这么个人呢 顾国伟就说了 我们居委会能不多关心了点吗 他们自理的时候 只要关注他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生活上他们自己做饭 自己弄 最主要是要 他要有经济来源 再往后 曹法权老人年纪大了 种地都种不动了 再加上当地城镇化 也没地可种了 怎么办呢 没了社会来源呢 顾国伟强调 这个时候呢 巨委会就非常热情地站了出来 直接安排曹法权老人 来社区当了一名还卫工 这么看来呢 局委会确实做得很到位 但是顾国也表示 以上都是小事 主要是后来有两件事 那是得重点说说 一是房子 曹法权老人不是一直都住在一个检疫房里吗 直到2003年 恰逢当地拆迁 局委会二话没说 第一时间就考虑到了曹法权老人 几经安排之后 他们给老人直接分了一套120平的房子 可以说彻底解决了老人的居住问题 第二个 那就是老人的养老问题 2003年分房的时候 曹法权老人78岁 是时候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了 这一点局委会也考虑到了 为此还特意想尽办法 帮曹法权老人找亲人 还真别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 局委会还真就找到了 曹法权老人的三个兄弟姐妹 可惜的是 这几位亲人的态度啊 一点都不及及 当时他有一个弟弟出来协调 就说我这个哥啊 没人 我问过他有姊妹四个 他一个个去问的 他们都不管 这可咋办呢 老人那可不能没人管 就在这种情况下 顾国伟表示 局委会又一次炸了出来 帮他 就是 你们去 呀嘛反正 你们去服侍他 你们去 整个的那个 包括后事 全部交给那个社区 他弟弟就出来 说你光嘴上说不行 要形成文字 后来写了一张协议 曹法权本人也同意 我跟社区了 所以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才有了那份 遗政抚养协议 协议商定 局委会给曹法权老人养老 而老人的遗产 届时将归局委会所有 当然了 协议签订之后 顾国伟说 局委会也是尽心尽得的 去履行这份义务 安排了专人全天候照顾老人 每当曹法权老人 有个头疼脑热的 看病人的医药费 都没有老人自己出过 他看病豆腐全部免费 都是有网社区出的 这个都有记录的 都有票证的 一直服侍到他临终前一年 这么听来吧 这件事在情感上来讲 还真的是挺温暖的 一名孤瓜老人 独居近60年 但是由于局委会有心有情有义 晚年生活得以保障 这太美好了 而从法律上来说 既然有协议在先 那么局委会要求继承遗产 似乎也合理合法 只是这件事 能有那么顺利 那么简单吗 还真别说 接下来这件事的转折 就太让人震惊了 因为就在老人过世之后 没几天 一个身份极其特殊的人出现了 就是这位 他自称叫吴海平 身份是曹法权老人叫儿子 而他来的目的十分明确 那就是来继承遗产的 看的人发懵 不是说曹法权老人是孤瓜老人吗 独居60年了 怎么突然出现个儿子 起初局委会的人也是丝毫不相信 为什么呢 一来是没听老人提过儿子的事 二来正好当时老人的另一拨亲戚 也天天来居委会 就是03年那会儿居委会 想尽办法找到的那几家 而这些亲戚是这么说的 他说这是我舅舅 我舅舅没有子女 应该由我外甥女 外甥继承的 瞧 不论是老人自己还是亲戚 没一个人说老人有后代 更觉得是有一天这帮亲戚 还跟吴凯平正面相遇了 那是谁都不认识谁 他正好在我们这个大厅里面闹 后来看见四个人进来了 说我们是曹法权的子女 哦 很好 那你们亲戚都在这里了 那个亲戚也认识看看他 他看看他 试问 亲人之间竟然不认识 这正常吗 更让人纳闷的是 这个吴凯平来了之后 所提的那个要求 也很奇怪 但是接下来让人惊讶的是 吴凯平同意进行亲子鉴定了 而结果表明 他还真就是曹法权老人的亲生儿子 这就怪了 过去这么多年 这儿子躲哪去了 怎么一次都不出现呢 难道他不知道 父亲都变成孤瓜老人了 对于这一系列的疑问 吴凯平并没有回避 而是讲述了另外一段 不为人知的过去 之前说过 曹法权老人去安徽工作过一段时间 据吴凯平说 其实那段时间里头 曹法权老人是结了婚生了孩子的 并且连吴凯平在内 一共有四个孩子 只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些意外的矛盾 因为历史造成原因 我家父亲原来我觉得还好 就是那时候 就是59年的时候 不是有社会上面 传一种风吗 就是当工人 不如当农民一根草 就是那时候他草的就要 回屋西当农民 外表表示 当时正是因为这件事 父母之间当得很厉害 尤其是父亲 态度偏激 在家里就打老了 就打我呀母亲 我要打老板就去护养母亲 护养母亲 他也打我老大打 就打我呀老大 打我 胡亥平说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父母离婚了 母亲一个人拉扯他们四个人 而父亲曹法权呢 还真就走了 一个人回到了吴西 就这样 他们跟父亲分开了 之后呢 他们从了母亲 与父亲是越走越远 也正是因为这样 父亲那边的亲戚 不认识他们 一点都不奇怪 没想到啊 竟然还有这么一段过去 好 我们首先假设 吴海平说的都是真的 那就得问问他了 小时候联系不上也就算了 怎么六十年都不来看望一下 自个儿的父亲呢 就算是小时候有些隔阂 那也不至于六十年不问不问 对于这个问题呢 吴海平表示 那就得提到一个人 就是母亲改家之后 对他们视如己出的继父 我们就良心上面 也过意不去 因为他不快我的 他还肯定因为 我们去了 他心里有一个隐形啊 他肯定不快我 我们怎么可能违背他 我们不能来 不太欠头 希望你们理解 除此之外 吴海平强调 其实后来呢 他们是打听了 父亲曹法权的消息 还特意呢 派在上海工作的小儿子 去看完国 所以我也动认我家孩子 就在打完国家 就到了看看爷爷 他就来过来 也正是因为 有关心过 吴海平说 他们才能够这么快 知道父亲过世的消息 至于遗产吧 吴海平强调 由亲生子女继承 难道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所以一开始呢 他提出只要现金 吴海平表示 那是自己太单纯 太善良了 我第一次来他们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 两行把这处理掉 就算了 对吧 就是总爱父亲就处理了 可是结果呢 吴海平说 万万没想到 居委会那是一口就回绝了他 并且态度十分强硬 你看这诗意 就是世界上面写的 动产不动产 全部处于社区 是社区写好的 社区签字 我让你这个 不太妥当 不太合法吧 我让他有四个字 这么一来 吴海平就很生气了 他觉得 居委会之前 不知道有子女也就算了 怎么现在我们来了 你居委会 还要霸占全部遗产呢 这是不是有点太贪心了 就这样 吴海平这边也不罢求 兄妹四个达成一致 决定抗争到底 双方互不相让 于是洋人居委会就提起了诉讼 所以呢 官司的原告方是居委会 而被告方是曹法全老人的四位子女 好 事情说到这儿呢 我们暂时停一下 分析一下这场官司 吴海平四兄妹依仗的自然是血浓于水的亲情 毕竟子女是父母遗产的合法继承人 但是咱们别忘了 居委会这边有曹法全老人2003年签订的协议 白纸黑字一目了然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 只要曹法全老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那就完全有指定继承人的这个权力 这物影之一 看来现在重点就在于那份协议了 法官审理过程当中也认为 协议是决定这场官司的关键 白案的审理呢 关键就是说 涉案的这个抚养协议 也就是处理意见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如果这个协议成立的话 我们法院就着重考虑 就是说村委会作为抚养人 对这个老人是否承担了 生养死葬这个义务 但是很快 吴海平这边的针对协议 那也是反驳到底 反驳的理由嘛 那就让人相当惊讶了 说之前我们先来回忆一下 前头居委会说 他们是怎么照顾 曹法学老人的 安排了工作 买了房子 还有专门的人照顾 还出钱 对吧 但是吴海平指出 这根本就不是事实 先说钱的方面 我们不能承认他们赞养 因为老爷子有提休金 他是农村设法的 他有两千多块钱 提休金 再说房子 有套房子是不假 可父亲生前住了这个房子吗 答案是没有 分了120平方 没有给他住一天 给他住在垃圾站 那个建议的房子 后来在所谓改造以后 搞个早已好一点的平方 再说到照顾 什么专人专职 24小时专业监控还差不多 最让人震惊的是吴海平的妹妹 指出的最后一点 她表示 后来据委会 其实根本就不愿意照顾父亲了 就把父亲送去了养老院 他们把他搞到养老院去了 大概一个礼拜养的吧 就在养老院 等一个礼拜就走 因为老人啊 你把他搞到养老院 他不适应 一家搞得去 他输不了 吴海平兄妹的这些话 真可谓是惊天大逆转 与之前据委会说的 完全是南辕北辙 到底谁在说谎啊 据委会到底是正派还是反派啊 总共230万的遗产 最后又将由谁来继承呢 牛奶家花生大力康小恶 一路牛奶花生 邀请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 据委会跟老人子女的争执 是越来越白热化的 而对于吴海平的质疑 据委会这边挺气愤的 他们表示 吴海平早就已经做过 很多的不当行为了 来了 来恶心你啊 先是什么 拿花圈 家里死的人不是要送花圈的吗 花圈拿到我社区门口 第二个手段就是写信 给吴西市纪委书记 说阳明社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举报信是怎么讲的 因为我们三番五次来 他们阳明社区委不撑头不露面 就叫一个律师跟我们谈 我们来了多好吃 他不期待我们 争执的再厉害 但是在法庭之上 那也得看证据 那么谁能够拿出有利的证据呢 很快 聚会这边请出了两位证人 一位是曹建华 他是曹法权老人的堂侄女 多年来老人的生活起居上的事情 都是曹建华在负责 对于聚会的照顾 曹建华是这么说的 陶建华还特别强调 他每天都陪在曹法权老人的身边 所以非常确定 没有见过吴海平口中的那位孙子 来看望过老人 另一位证人则是蒋世明 当年他与曹法权老人一起在环卫所工作 算是老人最亲的至交好友了 他解释了监控的事 他表示曹法权老人年纪大了之后 养成了一些不太好的习惯 曹治人喜欢早晨 五点钟天里一亮 他就往外走了 整个曹治啊 路上啊 到处去的 少了点还不回来 一点还不回来 那我只能等啊 要是再不回来 我就问人家 你在哪里看见了 我就找他回来 总找不到人的可不行啊 蒋世明就担心了 于是呢 蒋世明说他灵机一动 就跟居委会提出 给老人安个监控 时刻都能看到老人在干啥 大家就放心了 最后要说的就是房子了 曹法权老人生前呢 真的就住在一个小小的杂物间里吗 大房子没有让他住 对此贾世明解释说呀 那其实不是不让老人住 是老人不肯住 为什么不肯呢 贾世明表示 由于多年共事 曹法权老人 其实对老朋友都特别依赖 无论如何 他都要住在他们的附近 至于把老人送去养老院 蒋世明说那是因为到了后期 普通的照顾 已经不能帮助曹法权老人了 他需要专业的护理 这才被送到了养老院 根据两位证人的描述 看来呢 军委会的照顾方面应该还是尽心的 并且反过来说 如果不尽心 将近20年的时间 曹法权老人完全可以修改协议 可是呢 曹法权老人很坚定 从来就没有变过心意 这不正是一种无声的肯定吗 而在最后 军委会再度说出了一个 非常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 就是关于那套120平的房子 其实当年拆迁的时候 曹法权老人原有的住房面积很小 只有24平方 所以买新房的是不差价的 可那时候老人根本就没钱 怎么办呢 换句话说 八十几个平方是货房的 就是买下来的 社区付钱的 付了几十万块钱 他们想拿走 我觉得法律上也不可能 我觉得肯定不可能 你们没有经历 有哪有这种道理 着实是没想到 这房子大部分钱 竟然都是军委会出的 看来这就不存在侵占房产 一说了 这么一来似乎是非已经很明显了 那至亲血缘的子女 却六十年对孤身的父亲不问不问 当然了 他们或许有着一些不得已的缘由 这是个人选择 我们不能随意评价 可既然选择了生前不养 那或许也就没有必要在父亲过世之后 再来争一场了 对吧 2020年12月10号 无锡市梁西区人民法院 对这个案子作出一审判决 认为无锡市梁西区 阳明街道 阳明居委会 与曹法权老人签订的居住及养老生活等问题的协调处理意见 有效 被继承人曹法权的房屋 和生前遗留的现金赌权能等 归阳明街道 阳明居委会所有 一审判决之后 老人是拥有绝对的自主权的 当老人认为我的晚年没有保障了 我希望能够用遗产继承作为条件 找个人或者是找家机构 帮我养老 这完全是可行的 更是受法律保护的 根据老年人保障权益法的规定 第36条规定 阳明社区 它其实是一个群众性自治机构 它完全有能力 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 与老年人签订一正抚养协议 有子女的也能签订的 按照寄生法的规定 打个比方 我们讲 如果说子女不照顾老人 或者照顾老人不好 老人当然有权利将财产留给其他人 今天这件事在亲情上 是让人唏嘘的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 另外温暖的一面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 居委会对于曹法权老人 几十年一如一日的照顾 那真的是很难得 而由此延伸 或许也挖掘出了居委会 或者其他一些群众 自治组织的新功能 当社区有孤瓜老人 或空巢老人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考虑 类似的集中养老 抱团养老 或者是互助养老呢 这么一来 老人生活上得到了照顾 精神上也得到了抚慰 后续财产 也可以合理处置 可谓一举多得 两全其为 牛奶加花生 大力康小恶 一路牛奶花生 感谢您收看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 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 屏幕上的联络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 一起来分享 好 各位观众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